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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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号被发现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那有发现到就是你妹妹等天气如果许可的话 那就会申请直升机把它吊挂下来 有哭吗 有啦 他一定是 受不了 对啊 他一定是那个人比较没办法接受 比基尼登山客毒盘发生意外 19号求救时还有意识 阳性有人帮忙报案 因为天后不加三度申请直升机都无法救援 20号地面救难人员徒步上山 21号中午接触他时身体已经明显僵硬 由于有人报案后 比基尼登山客就失联 求救时他上半身受伤下半身无法动弹 山上气温只有两度 疑似时温冻死 针对他未经申请就登山 疑似爬黑山 因为人已经往生将不会开罚 这位被誉为比基尼登山客的G哥 有好多粉丝啊 这一起意外发生之后好多粉丝都泪崩伤心 是 这一位比基尼登山客他今年36岁 他这一次的登山计划是从1月11号 预计是到1月24号 也就是有13天的时间他独自登山 他是在1月11号的时候 从南头的东浦进入这个山区 进入山区之后 他走的是巴通关古道 也就我们常常听的其实很危险 所以他走的路线 我来问一下川哥 他这个路线是很危险的路线吗 对 这个路线现在因为很多 他有很多的段来 而且很多路都崩塌了 所以他走这个路段 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 你怎么先讲一下 他路线是从哪里入山 然后他的计划是从哪里出山 总共花了多长的时间 他的计划里 这个一般我们走这个马伯拉是很段 通常就是从东浦的巴通关 然后巴通关上去之后 有没有 开始一直走 然后到了巴通关山 然后在中央金矿 然后上去之后 一般走马伯拉斯山的时候 然后从那边再走到玉里 从花林的玉里出去 那这个大概都是八天到十天的行程 那他规划的就是这样的行程 没有 他虽然是走到这边来 但是他从那个居棚山那边 然后要从那个俊大林道出去 他走这个路段是比较更冷门 所以他这个路线其实是 一般登山客不会走的路线 更少 对 比较少人会走的路线 而且他最古的位置是在 吴霜和 居棚山 中间的那个路段最矮 我们回来讲 之所以会有很多粉丝上线 是因为他其实可以说是登山界的网红 对 我们接续刚刚说的这个时间点 是因为1月19的时候 他走到了盆居山 走到盆居山之后 他有带卫星电话的 他掉下去了 那他掉下去的时候 他身上装备很重 他掉进了一个20公尺的这个 全崖下去 他打这个卫星电话给他的朋友的时候 他当时下半身不能动了 上半身有受伤 那因为卫星电话是救了他命的 因为很多登山客都知道 这个卫星电话可以让你 就是锁定你的位置 他的姓杨的朋友立刻去报警 就跟消防队说 消防队其实在20号有出动直升机的 但是观众朋友 20号开始这几天 是不是天气很不好 开始有低温了 有寒流来了 直升机飞了三次 都没有办法降落 那因为没有办法降落的情况之下 他整个人躺在那个山谷里会失温 所以当山清就是这搜救队 他们徒步进去找到他的时候 他因为失温而往生 那因为这位居哥他非常特别 他特别的地方是因为 他去年一年365天 他有127天都在这个山林当中 他征服了很多很多台湾很特殊的山岳 你看这一次他花13天的时间 一个人要去征服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特别 对 如果这个人格的说法 他这个路线其实蛮冷门 而且有危险性很高 他竟然独攀 而且观众朋友们发现 他独攀对不对 他的照片都好专业 你看他在那个攀岭 就攀岭 他独攀这些照片怎么拍 登顶成功之后 对 我认为他是有带这个 等于脚架来拍摄 那再来为什么要拍比基尼 是有一个故事 他原先不是一个登山专家 他并不是一个很专业受过训练 他只是跟朋友打赌 赌输了之后 他去攀登山岳 而且因为赌输 赌输了这个 等于赌资 就是上这个山顶 然后拍比基尼照片 这一拍之后 他其实爱上了台湾百岳 他喜欢这些山岭 而且他的照片都拍得好美 很美 很美 但是观众朋友发现 这一张也很惊悚 其实他之前就出过状况 也是跌下去 他跌下去的时候 你看这是他在 他自己的FB上po的 他整个腿 你们看全部都是血 他自己po上去 他就说 他当时打卫星电话的时候 爆哭 因为很担心自己 没有办法获得救援 你也知道 即使他心脏够大 而且一百二十几天 都在这些山岭当中 但是那个摔下去的 那个瞬间 那是生死 只有一秒 所以在今天这个事件之前 他就已经经历过 一个生死的这个瞬间了 所以他过了上次那个节 过不了这一次这个节 对 所以非常的可惜 所以你看这么多的网友 今天在他的FB上留言 他就在他最喜爱的山岳 在那边永远在那边活下来 等于是他永远在那个山上 等下是回归山林中了 对 但是大家还是觉得很万事 每一张画面都非常的美 他在这四年当中拍了 他说换了97件比基尼 当然很多人就是很好奇 他为什么在这高山 甚至有时候天气很冷 他仍然穿比基尼 在山顶上留下美美的照片 他说是因为他赌输了 不过这一起令人遗憾的事件 就让大家又开始讨论了 是不是很多登山客 都在爬黑山 他是不是爬黑山 他到底有没有申请 这个黑山 所谓的黑山就是说 你没有申请 然后就算是进去 就叫爬黑山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 但是据说有另外一种说法 爬黑山是 你有申请 但是他们根本不处理 所以你等于没有拿到 入山许可证 但不是你没有申请 是预管处根本不处理 也不审核 不是不处理 就是说他根本就是把他封山 封山就是说 你就是你不准申请 不给登 对 不给申请 那为什么这样子 你看其实我们讲这个黑山 你看玉山国家公园 他这一次所规划的路线 到底有没有超乎预管处的路线 因为预管处说 其实我们没有规划这个路线 是他们自己摊坎的新路线 对 他走的 他当然是往上走的时候是离开的 但是我们知道他原来这个马伯拉斯 横断这一条路线 在预管处里面是有的 就是说他有介绍 有给人家 其实以前都可以申请 那后来 为什么不给申请 因为就是后来有台风 然后很多的地方都崩塌了 就是路段危险 那危险的话 那预管处照理讲把它封起来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 问题就来了 你封起来后变成黑山 但是你变成黑山 你封起来就是说 这个路段你照着讲 你要去把它修复 修复完之后 可以让人家再继续申请 但是统统没有 很多的地方 修复他的路段都没有修复吗 完全没有修复 而且很多的路段 不是只有这条路段 你看我们现在 一般山有要爬百叶 很多百叶 现在有很多路段 都已经封山了 都不可以爬了 不可以爬 就是都因为路段了 有危险 那照理讲 今天这种路段 像还有一个也是一样 但当然政府不修复是一回事 但如果它真的很危险 也没有被申请许可 就去爬 也没有被申请许可 就去爬 其实不是拿命开玩笑吗 对啊 那我们知道说 我们所谓的爬黑山 你知道爬黑山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其实我们不断地 一直呼吁说 我们爬山有两个 一定要知道的 就是说 第一个你不可以爬黑山 第二个就是说 你不能毒攀 因为毒攀也真的太危险了 毒攀的话 我跟你讲 你今天不管你再怎么专业 再怎么厉害 再怎么会爬山的人 你如果没有早半跟你一起爬 你看你像 其实他今天 他帅下去的时候 他有求救 有求救 那如果今天他有办的话 他今天是失温死掉了 那如果你今天有办的话 他搞不好可以下去照顾你 可以生活 可以让你取暖 对 让你还可以救你一命 那如果今天你是自己一个人的话 你要等收救队来找到你的时候 你可能都来不及了 那我们知道说 爬这个黑山 像这种路线 其实我们国家公园 我们今天在谈说 他爬黑山 这不对 但是现在有很多声音 在就是很多的网友 现在当然有些举意 刚刚就是我所说的 不是我没有申请 而是你根本不处理 就算我申请也不会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很多山友他们喜欢爬新的路线 他们认为有些新的路线 其实预管处或者政府机关 应该要去规划出一些新的路线 但从来不 所以当他们在爬的时候 如果这个路线不是预管处所 原本国家的路线 就说他们爬黑山 但他认为这是国家的怠惰 因为我跟你讲 即使不要说新的路线 就是旧的路线 你看现在爬百岳 其实现在很多爬百岳 你现在最近这几年 有完成百岳 那他一定有 排了很多路线的黑山 因为他没有申请 没办法申请 是国家公园不给你申请 所以说你就 就只能偷偷地走 那你看我们讲 那个雪山西林 在那个雪霸国家公园 有一个雪山西林 他已经封了15年了 15年了 它当时只是路线 就是坏了断了 那照理讲 你封山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把它封起来之后 你要去修复它 修复它之后 可以让人家继续走 那没有 一封就封了15年 到现在还是不开放 那你现在如果说 我们要爬百岳的话 想要完成这个路线的话 那都不可能的事情 好 我回来谈 GK这次爬的是马泊横段 对 马泊横段 马泊横段其实很难爬 对 甚至被称为是四大障碍 就是很会爬山的山 有多说 就算会爬百岳 马泊横段 对他们来讲 也是高难度的挑战 对 高难度挑战 那你看我们通常 走这个路段 一般从 你从东浦进来 你进来其实从到巴洞关之后 这个都还算是 一般可以 就是说一般的山友 可以接受的 那其实从这边开始 就开始困难了 因为这边开始 尤其是这边 一直到这些路段 非常冷门 而且有很多的断癌 然后要上上下下 抖上抖下 那很多路段 你只要一不小心 就跌下去了 那所以说 所以它才被称为18连峰 是因为它那个连续的山峰 高高低低 上上下下 然后只要 你只要不小心 你就 就坠落山谷了 那它今天走的这个路段 其实它本来一定是从这边 要来到这个 吴双山 然后郡大林道 那我们讲这个路段 其实 我们画红圈的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彭居山 和吴双山中间 对 这个地方就是它坠谷的地方 这是它坠谷的地方 那这个路段 其实之前很多 它坠谷那个地方 有在预管处的路线当中吗 对 这都属于 御山国家公园 还在御山国家公园 规划的路线当中 对 那它 你看之前从吴双山这一带 其实这个路段 阿关你要知道 之前不是有一个叫白岭 然后也有一个台电的 那个自己毒攀 都是在这边出事 也都在这一带 也就在吴双山这一带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人说 这里有死亡刺场 对 其实这个地方 也曾经发生过 因为经常发生意外 很诡异的一些事件 在最有名 就是2004年的时候 有一群登山客 他们来爬这个地方 那他们在无双部落的时候 其实当时有一个人 他已经脚受伤 失温了 那当时翔岛 曾经就请另外两个山友 赶快下山求救 那你知道 其实我们知道 郡大林道 它是一条林道 它这条林道是怎样 你走出来的时候 这个林道其实可以一直走走走 就可以一条路而已 就可以出去到外面求救了 那很诡异的是 当时那两个山友 已经上到林道来了 就在林道的路上 他既然就停在那边 走不出去了 因为那个翔岛 他就迷路了 不是迷路 因为那不会迷路了 是一条林道 没有插路 就走出去这样子 那为什么走不出去 他走不出去 后来他们说 他们在那边走一天之后 他们说 是有点像鬼打墙这样吗 对 类似鬼打墙 走不出去 所以当时翔岛等了一天之后 看他们都没有任何的下落 他追出去 追出去 追到林道的时候 发现他们两个 大上坊在那边 问他们说 你怎么待在这里 他们说 我们走不出去 然后那时候 那个翔岛还说 那你们两个 待在这里 我出去求救 那你们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身体可以的话 拜托你们回去照顾 这个脚受伤的 另外那个山友 于是这个翔岛 他就这样走出去 他也是沿着这个 俊大林道这样走出去 没想到 他就在这个路段 就不见了 从此到现在 都一直都没找到 到现在还原先这样 对 而且最诡异的是 这个路就是这样走出去 就可以走到派出所 走到那个检查哨了 既然他就在这个路段 就这样消失了 这个翔岛到现在 都一直没有找到 所以 跟他同行的 有人找到了 对不对 对 另外后来 那这个是找到 失温的那个画面 对 然后另外一个失温 那是翔岛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 没找到 失温的 那后来不信也过世了 好 问一下民书长 第一个他读攀 第二句说 他经常探开新的路线 而且他每次都可以 负重非常重的 甚至到20公斤的东西 来爬山 我估计 因为他要爬 这个14天的行程 应该是超过30公斤 因为我看到媒体写20公斤 我都觉得20公斤 我书记应该是会超过20公斤 因为14天你要吃的 东西就蛮多了 还有一些装备 尤其现在是冬天 所以你的衣服 会带得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看他走的 这个马博拉斯横断的路线 他只走了一半 他没有横断 他只是走到马博拉斯山以后 他就下去这个居盆山 那一般正常的爬山 是到居盆以后 会沿路退回马博拉斯再回来 一般的路线是正常的 国家公园如果开放的话 他也是开放这个路线 就是他到 不用地图跟我们讲 他从东浦这边上来 上到马博拉斯以后 他会到居盆山远 一般都是沿路退回来 盆居山 到盆居山 也有人讲居盆山 他这个山有两个名声 所以到这边以后他回来 他应该是原路回来 应该会到回来就对了 那如果你这个季节要越过 这个塔比拉断崖这一段 这一段马博拉斯要下这个花蓮 这一段断崖特别多 而且蛮大的蛮危险的 所以这个季节 因为山上天气气候很冷 他这地方高度就在3700 3800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一般登山客 冬季大概不会走这一段 因为他怕那个洞海上会结冰 结冰的时候很滑很危险 所以秘书长认为天气也是一个 对 他可能天气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他 我看他的计划书 他是到这个居盆山以后 他就下这个无双部落 他是这样走 跟一般人走的不一样 对 他从这个地方就下下 下到这个无双部落 所以无双部落 下到这个无双部落 然后他准备去无双温泉 无双部落附近的溪谷有一个无双 他准备到无双温泉 还有去其他的地方走一走 他才会上来 所以他有一部分是超过国家公园的界线 有一部分是 确许有一部分的规划是 但是他这次私事是在 居盆山跟无双部落的中间 所以他应该是在国家公园的范围之内 然后他走的是一个 所以浴馆处有点卸责是不是 也不是卸责了 所以因为他超出我们的路线 因为今天我打电话去浴馆处 他说到底有没有在他们里面 他们还没有搞清楚 他说要看地图才会知道 但是当然他们一直在质疑的是 你就是爬黑山嘛 你就无神秤嘛 无关系 山都很光明的 没有什么黑山 在你们山友来看是这样吗 对 在台湾还没有国家公园以前 我们在爬山的时候没有什么黑山 也没有风山 因为登山的人他有那个能力 在大风雪以后或者大台风以后 他们可以走出一条新的路线出来 他们有这个能力 那你现在夜风山 然后一定要住山屋 所以很多山友现在变得没有 这个登山的技能 或者一些特殊的能力 这是不是 我们如果没收管理节 真的危险吗 因为大家出事 我们都要去搜救 要派直升机 动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救啊 但是全世界就是在管理上面 都是采用报备制的 让我 你有报备 然后我知道说 你的行程哪一天到哪里 万一你出事 我可以知道说 我知道去哪里找你 可能在哪一个位置 那现在我们进入国家公园 但是要申请两个镇 依照国安法要申请入山镇 依照国家公园法要申请入圆镇 你要申请两个镇才可以去爬山 那通常是哪一个镇卡住 还是两个镇都申请不下来 入山镇比较容易申请 入圆镇 国家公园 然后国家公园 然后又会假借这个生态承载管制 他说我这个地方有生态的问题 有一个管制量的问题 然后他所发布的管制量都是山屋 他盖了一个山屋 他说我这个路线的承载管制是40个人 你超过40个人我就不准 他是这样子 像你这样 所以毕书申请你现在他们的心态是 反正你都不要来 不要来 还没出事 还没麻烦 你走在我的步道上就好了 不要走到 所以他们今天强调 他是超出他们的规划路线 对 但不管他是不是在他的规划路线 刚刚毕书申请你也说 有可能在状况外 但是我们都回来说登山这件事 其实开始是危险 连你也你这种老手 你也说你曾经差一点小命不保 那个地方也是山友认为很难查的 对那个地方也是蛮危险的 因为它是一个垂直的断崖 然后路线也常常会改 所以那次你出事那次是南山段 南山段 南山段我看看他说是四大障碍之一 南山段只是路程比较遥远 一般马伯拉斯路程也比较遥远 然后中间有一些断崖 但是我看他这个真的很陡 一般台湾有几个大的出名的断崖 就鬼门关断崖 什么中央尖山的死亡临线 你看这这个名称 你看光听这个名称就 只听到我很害怕 很恐怖 后来说那次是怎样 你那次是怎样 就是在这个地方 对 然后我基本上我在走路的时候 我都是用两个拐杖 后来呢 后来因为突然间一个纺绳就掉下去了 那你所以你都拿两个拐杖吗 对 照理我两个拐杖平衡是很好 就是有些比较危险的平衡会很好 但是不晓得什么原因 我到现在都想不出来 我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曾经也摔下去 很多人也有死亡 所以我不知道 你们会不会在登山的过程当中 看到尸体啊 就在现场 尤其八千米的最多 那台湾的话我是看过几次 现场遇到 你这现场 你们通往是山友 你这现场 我们都会帮他祈祷一下 帮他祈祷一下 有时候会跟他在同一个营地 也要待到天亮 第二天才能离开 所以不只要有冒险犯难的精神 但你自己要够大 对 尤其你去搜救的时候 你遇到尸体 那过了好几天了 那你必须有那种 像藏仪色的人 受过一些训练 你必须 比如说你要把他翻身 或者移动的时候 因为他有些气会跑出来 所以就先把他的嘴 脸盖起来 不然他那个 灰气会吐出来 所以其实救难人也是非常辛苦的 好了 我们过来讲 那那一次你拔下去之后呢 没有 拔下去有时候就是运气好嘛 人家運气好 拔下去就叫一张手要够掉 那我们其他的队 那张手要叫你的名字 那其他的队员就过来就帮忙 然后我就 因为我是趴下去的 就是脸是向下的 所以你要爬起来就 比较困难 要人家帮忙一下 你到底是几个人去拔下去吗 我们那是四个人 所以堵潘其实很危险 像川哥说的 我堵潘是目前在国外 是算是一个冒险犯难的极限 现在目前包括8千公尺 前世纪就8千公尺了 现在很多好手都是堵潘的 都是一个人爬 你及格其实在你们业界 你敢有认识吗 其实我在山上遇过他 他有很多照片 他不是 有些不是他自己 他有时候有一些女伴上去帮他拍 我们看过他有跟好几个 他也不见得每次都堵潘 不是每次都堵潘 这一次刚好被抓到堵潘 大家就在讲这个堵潘 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好 但是堵潘有时候 我们看过他 我们看他的今天这个装备 我们觉得他堵潘 他是有准备的 他是有那个能力 他是有那个能力的 但是这一次会出带 但是问题是 如果这个危险是超过你的能力范围的 那你就有死亡的危险 所以我们经常说天有不测风云 好 刚刚毕书町说搜救是很艰辛的工作 我们来说这次 这次其实他在第一时间也发出求救声了 对 那同时直升机也在第一时间到了 因为天气的关系吗 只因为天气的关系吗 那据说其实卫星电话不见得能够确定 他的位置在哪里 对 因为他本身有那个GPS 所以他能够去定位 那相对的地图也可以去定位 所以到底是不是有卫星电话 就一定找得到所在的位置 卫星电话主要是先告知 我现在人在哪里什么状况 然后呢 透过GPS 或者是地图来去做定位 这样才找得到 对 好 但是找到不一定能够救到 最主要最矮的 我们就是怕身体某方面有冲击到 然后产生一些内出血的那种状况 所以教练 其实我刚刚为什么 特别问这个位置 因为听说在搜救的过程当中 要把这个人找到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即便现在有很多的高科技设备 你们到现场 其实要非常精确地找到 这个人在哪里 据说你们要看擦痕 对 就是如果有同伴的话 那就是根据同伴 他所描绘的一些数据 那我们就从那个桌边 360度里面去先找 有哪一些的枝丝麻痹出现 你如果找不到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再来 擦痕是你一般都看 什么擦痕 就是像踩踏了痕迹 折树枝 或者是 或者它衰落的过程当中 衰落的过程 都会有一些摩擦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 当下的时候 如果是现场 不是应该有的物品 那它会在这个地点出现的话 那这个也是我们 必须要的一个佐证 所以它可能在现场 遗留一些东西 或者它有擦痕 对 它身上所携带的东西 都有可能会遗漏在那个点 好 所以擦痕 物品 都可以透过这些蛛丝麻痹 找到人 你很重要的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是什么 这个都是大致上 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我上山的时候 要去做一些收救 的基本配备 一些基本的工具 那因为我们的人力 背负的那个重量 还是有限 你一般派多长的东西去救了 看情况 如果我们是在走十天的那个路程 将近一出门都要三十公斤左右的壮量 三十公斤 对 那如果是像收救的话 它有分那个货补人员跟先前人员 那先前人员的话 尽量的能够让它轻量化 因为它速度要赶快 因为它速度要快 对 那这个就是属于 所以它是你身上背这些 它是全部都扣在一起 要用再把它拔下来用吗 还是 对 就是 因为它每一种扣环应该是 都有它的功能性 那像这个就是上升器 这个是什么 上升器 就是我们可以去往上攀升 就是我们可以去往上攀升的 那这个就是下降器 我们要下降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这个也是下降器 对 那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单向滑轮 那单向滑轮它可以去做一些脱钓 钓钓脱钓 它脆癌之后我们必须要靠这一些 来做省力的系统 对 好 据说你们业界对这些隔细 有一些你们自己的专业术语 对 像这优马 优马有可能就比较少听 优马 就是上升器 上升器的优马 这个是猪鼻子 猪鼻子 就像那个 有啊 有行 猪的那个鼻孔一样 有行有行 这叫猪鼻子 是 它会下降器 好 然后要有不同的绳 这个是绳链 就是绳环 绳环 一般我们弄起来就一个绳环 那明明背小看这条绳子 它有2200公斤的负重 哇 这条绳子 对 这四条有办法负重2000多公斤 2200公斤的负重 所以它这个 就 坚固 韧性也很好 承受力很强的 那一般现在都是做到2200 22kN的一个承受力 所以每种绳子都有不同的功用嘛 对 不同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 那个普鲁士绳 就是绳环 就是绳环 你把它打成绳环的时候就可以上下攀枪 就可以替代这个 所以你带这个绳子的话 所以你带这个绳子的话就可以省略掉这个 但是这个比较好操纵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的那个补助绳 八米里的补助绳 一般我在收救的时候 但是不够长得可以接就对了 对 一般我在收救的时候都会带一条 自保的一个绳子 那你发现危险地段的时候 尤其在我们收救的过程 很多的都是属于没有人走过的路线 那有可能你会碰到很深的闲癌 那你走到这边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经过那个危险路段的时候 你就是用绳子来去自我确保 不要因为你的一个舒服又发生了第二次散难 那就很不OK的 好 这个是你们平常要戴的 盐盔 安全帽 对 安全帽 就是你走过的时候有可能是漏食 这是 就吊带 吊带 对 因为这个是属于简易的吊带 那因为我们不是在长时间的在盘爬 所以就用简易的吊带很容易穿透 这边的吊 就是像这样 很容易穿透的这样的一个吊带 所以这个是弄起来会让你在 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你的主系统 主系统不要跟你的身体连层在一起 不要还是要 不要 因为你随时要挣脱的时候就 不要 我们都以为要沿着会才安全 那不是吗 对 是连在一起 但是你在挣脱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随时的离开主系统 为了你人身的安全 有可能我们在做那个吊挂的时候 那有可能会跟那个伤者会碰在一起 会连挂在一起 连结在一起 那由那个上面的或者是下方的来做脱掉系统 那如果说在脱掉系统有发生状况的时候 我们为了要我们的人人的安全 你要随时能够脱身 你要必须随时的脱身 你宁可牺牲掉那个被救者 也不可能牺牲我一个受救人员 所以这个必须在你的临场应变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有脱波的那个状况 这什么名字 那个头灯 头灯 对 就头灯 因为有的时候山里头很暗 你一旦出外面的时候 野外的时候 你头灯是不能缺小的 好 听说你在搜救的过程当中 也刚刚那个奇奇怪怪的事情 很多 比如说 比如说 其实我可以讲 讲一个 那个上一次 就是我们在那个能高难峰 能高难峰 对 那个事件坦白讲 它是 你介绍是怎样 我一辈子的痛 因为它是我兄弟 那个堵香客跟你很熟 那个 他那次是当背功 背功 对 那因为背了很重 所以在那个能高难峰那一边 就直接的醉了 所以他不是去登山 他是去帮助那些 登山客 派东 对 结果他拔下去 拔下去 拔下去之后 怎样小时你就跟那边缺了 对 我就直接的 就那个晚上我听到那个消息之后 我原本要去爬山 那我就把那个爬山的工作给辞掉 我就直接的到那个 去搜救 对 能高难峰 能高难峰去搜救 那刚好我到达那个现场的时候 他有遗留下他的衣服跟他的那个腰包 就是你刚刚说的其实物品 现场的物品也很重要 现场的物品 他会透露一些线索 对 那我就开始去喊 那我发现那个二十米底下的那个 那个险癌旁边 我发现他的背包 然后我就拿着这个绳子下去 就慢慢的滑降下去 那看到桌边都没有他的人影 然后我又往回走 大约就走了将近要五米左右 是 就发现他的那个帽子 是遗留在那边的 然后我在桌边再看一下 就有一个差痕 那我就想着说 他绝对是从那边坠来下去 那隔天因为天黑了嘛 没办法找 没办法去找 所以我就先回到营地 那隔天早上就去找到一条 比较明显的路线 就能够去下缺的 下缺之后 因为我那个时候 已经有那个GPS的一个定位 那我知道上方是在哪里 那我就顺着那边呢 切到将近要170米左右的一个 那个深度 那他刚好有一个水路的路径 那我就过去 那过去的时候就一直找找找到 刚好是那个垂直点的那个上方 跟下方的一个垂直点 那刚好是他已经在那边了 那你就找到 他就找到